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用Costco买的三文鱼做个营养健康的炒饭 材料方面非常的简单 有这款在Costco里面买的野生的三文鱼 还有一个西葫芦瓜 一个洋葱 一个彩椒 少许的欧芹 首先把西葫芦瓜洗干净去皮切成粒 彩椒洗干净以后把它切开 用一半来做这个炒饭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彩椒它的水分比较多 把它切成粒的时候它的水分就渗出来了 我们需要用厨房纸把水分吸干净 这样我们炒出来的炒饭才比较干深 洋葱也是把它洗干净以后 切一半出来炒饭 然后把它切成粒 像这样颜色搭配丰富的配菜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处理三文鱼 把三文鱼洗干净 再把它表面的皮上面的淋刮干净以后 用厨房纸把水分吸干 再把三文鱼切成条再切成粒 切好的三文鱼我们放入盐 胡椒粉和橄榄油腌制一下 在锅里面放一些油 把三文鱼放进去先煎一下 等到把三文鱼的鱼油都煎出来 它的颜色变了就可以盛出来备用 用刚才牛仔锅里的三文鱼油 把配菜都翻炒一下 再一点点盐来调味就可以了 把配菜炒远了就可以盛出来备用 在锅里面再补一些油 把我们的炒饭放进去 翻炒几遍 在中间打入一个鸡蛋 继续翻炒以后加一点盐来调味 最后放入我们煎过的三文鱼 和炒过的配菜 再加一点鸡粉来调味 用欧芹来点缀一下我们这道 设则丰富的三文鱼家常炒饭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为忙碌准备一日三餐的你 分享健康坏手的家庭菜谱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